血癌的天敵可以是多種治療方法的中和作用 包括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免疫治療和骨髓移植等 這些治療方法可以有選擇性的殺死癌細胞 阻止細胞的增長和擴散 並幫助恢復正常的造穴功能 化學治療是最常用的治療方法之一 它使用化學藥物殺死癌細胞 放射治療使用高能輻射殺死癌細胞 免疫治療利用免疫系統的能力攻擊癌細胞 而骨髓移植可以用來替換患者的一場造穴幹細胞 此外,早期發現和治療血癌也是非常重要的 定期檢查可以幫助早期發現血癌 從而可以提高治療成功率 同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健康飲食、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運動 可以幫助降低患血癌的風險 此外,新型的治療方法也在不斷研發中 例如,Covity細胞療法就是一種新型的免疫治療方法 它通過提取患者自身的T細胞並改造其臭體 此前能夠識別害攻擊癌細胞 Covity細胞療法已經在治療某些類型的血癌中 顯示出了良好效果 另外,奇因治療也是一種備受關注的治療方法 它透過修改患者的基因來治療血癌 例如,利用CRISB、RK19等基因編制技術 可以精確地修改患者的基因 從而改變癌細胞的生長和擴散 總之,血癌的天敵不是單一的治療方法 而是多種治療方法的綜合應用 早期發現和治療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不斷創新的治療方法 都可以幫助提高血癌的治癒率和生存率